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回到 Concord Metro Town 跟大家分享之前沒有說過的兩件事 一個就是現在推出了Sky House的collection 其實是Grand Tower最高的那幢樓40樓以上的單位 其實全部都會叫Sky House 主要都是由大單位為主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就是回所設施和二樓的Bike Loop 因為有些客人其實已經買了Central Tower West Tower 或者Grand Tower 那時候其實沒有這個模特兒 對於會所設施聽起來很棒 但其實看不到實物或者看不到一個更清晰的畫面 包括很多朋友問的就是那個Locker 因為經常跟大家說那個Locker是Premium Locker 有分Lv.2和Parking 我都會跟客人說盡量買Lv.2 為什麼呢 又說不清楚 現在有個實物跟大家逐樣分享一下 就明白我說什麼 就補充給之前的朋友聽 我們由會所設施開始講 待會會跟大家看個Floor Pan 還有看個View 還有就是Pen House Unit都出了 待會跟大家首先看看Pen House 怎樣看都好買 我都買不起了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Model 就是那個會所設施的平面圖 最外面這一層是Ground Floor 它又分了一樓是Ground Floor 其實整個圈都會是雙鋪的 二樓是Bike Loop 已經開始屬於住戶範圍 三樓是平台的會所設施 那三棟樓分別在這個位置 是West Tower 然後中間這個建築 上面其實是Central Tower 然後這一塊上去就是Ground Tower 所以實際上會有三棟樓 我們由Ground Tower這邊開始看了 首先Ground Tower的入口 會是Nelson Avenue 配合後面這條Metro Way 大家看到這些燈子 其實是一個好像酒店的Landing位 那樣 一些車可以派進去 下一下或者接一下就滾走 那Ground Entrance 就會在這個位置 你就可以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比較高樓底的設定 原來都會有些Lounge坐的位置 這樣 那這個就會是Ground Tower的人的入門口位 那這邊是Nelson 我這裏就是Kingsway 那邊位 這裏後面的Area In-door、Out-door 都是一些Coworking Space 大家都是居住在這三棟Tower的人 可以去用的 它包括有一個In-door 大家可以坐在一起 就是Coworking Area 自己工作 你亦都可以有這些Working Pod 一個盒子 你可以自己一個做事 或者是有少少生意 或者聊聊天都可以過來 這裏 那這裏叫Coworking Space 這裏藍色的其實是會貫穿整個三樓平台 其實是400米的跑步境 你會看到有些人可以在這裏跑步 中間會經過很多草地位 還有一些Water features 就比較reflection的空氣 因為整個Idea 大家看到平台 就是發展商構思這個樓盤的時候 因為它真的在Metro Town最市中心的位置 前面是Kingsway 後面又Metro Town的商場 它希望做多些綠色的東西出來 整個生態圈可以讓大家住在這裏的時候 感覺舒服一點 那升級口的另一邊 這裏開始有Party Room 這個Party Room會有一個Full Size的廚房 亦都會有大型的Dining Table Sitting Lounge那些Area 這個會是要預約的 這些外面的位置就可以隨便坐 這些是一些Green Area 給大家散步的 來到這裏是其中一個特色Area 這裏是類似小生態園的 大家可以看到 都不是店鋪 沒有人去營運 即是給你飲品 但你就可以自由去進入 好像一個餐廳的空間 設計得很漂亮 跟朋友坐下 或是跟旁邊的屋喝喝茶 或是朋友上來看一看都可以 它全部都是玻璃設計 外面有Water Feature 然後這裡看出來有三層 好像綠色迷宮的感覺 前面也有土地位可以逛一下休息一下 中間這些灰色的全都是暴渡小徑 值得一提的就是 這一邊大家看到有兩個玻璃罩 罩著一棵樹 一路通到下面二樓的Bike Loop 令到上面的Sky Light下來 待會去到那個位置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裡再過來就是另一個Water Feature 中間這一棟是Central Tower 這個Box裡面是為游泳池用的 跟衣室 換衣服的地方 洗手間等等 Sorna Stream也是在這裡 有一個室外的平溫泳池 然後就有一些日式的桶式Sorna 在那個位置 當然大家都看到 跑步景一直延伸過來 然後這裡又有一個綠色玻璃罩 這個就是落到底下二樓 通下去有些Sky Light可以進去的地方 這裡有一些小橋樓所過來了 這邊就有另一個叫做Tea House的Setting 就是日式風格重一點的 就沒有那麼勾式了 那一樣 大家是裡面有充足就可以進去坐 不需要預約 也不用付錢就要買一杯飲料 純粹自己可以帶些東西下來看看書 喝茶 那旁邊都是由水包圍住 可以有些小勁進去 這個圍欄圍住的 就是一個寵物的地方 我記得有客人買完問我 糟了 忘記了問了 有客人可不可以養狗仔的 我的狗仔遲點真的要香港飛過來 那是一定可以的 當然你不可以養十隻 通常大樓都會有規定 可能最終是兩隻 一貓一狗 兩隻狗仔 還有不可以養一些太攻擊性的犬種 那你會自己在大廈 不用帶窗去逛街 你在這裡已經有一個Pet Area 除了這個Pet Area之外 這一邊還有一個Pet Spa的房間 隔壁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健康房間 會齊全所有的跑步機 那些重的不同的Line 那些機器 全部都會有在這個健康房間 這個是In-Door的健康房間 後面還有Out-Door的乒乓球桌房間 這裡繼續跑風景延伸過來 這東西就是Observatory 就是在West Tower的這個位置 是它的Signature的建築 還有放了它的主題 有很多植物在裡面 大家可以進去坐一下 這裡還有一些鏡位 可以做一些伸展運動 後面有些乒乓台位 Out-Door Sport Area Cross Over的跑步鏡 還有一些瑜伽位 Yoga Lawn 這裡回到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 再延伸過來 就是小朋友的一個地區 有些小的假山 有些Slide 可以玩一下 這裡一直跑步鏡 都可以延伸整個會所設施 看完這一層之後 我們可以看看二樓 剛剛是三樓的平台 二樓是密閉式空間 主要是放了Premium Locker 還有Bike Loop 之前經常給別人看 我知道客人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沒有辦法 現在有個實際模特兒 好很多 我們可以看看 也是那句 貫徹想城市人多些做運動 還有有個好一點的空間使用 就弄了這一層出來 大家會看到這些一格格的 密集恐懼症的朋友 全部都是Locker 來的 之前寫單位的時候 都會問你 你是要買9,600元 Level 2的Locker 還是你買Paket Level 就是P1,P2,P3 Locker Area 那些Locker 那些Locker 差兩三千元左右 其實你寫單位那天 它都有Discount給你的 Different 好像是千多元 兩千元不到的 我都會跟我的客人說 你也是買這個地區 那為什麼呢 那時候說不清楚 沒有摸到 現在可以說清楚了 第一 你這一層一定是住戶才能進來的 因為它根本連車都不能進來這一層 第二 你會光亮很多 因為周邊有很多這些設施 第三 Security 會好很多 尤其你是單車有 或者你有滑雪板 你有很多sport features 的東西 那些工具的裝備 那這一層你會很用得著 因為我們首先要一件事 如果大家喜歡踩單車的話 單車你會在哪裡進去 你就一定會在這兩部升降機 它特意設置了兩部升降機 在後面大家可以看到 Metroway Metroway是一條新的路 分隔了這三個建築 和後面的Metro Town 它有一個Garage Area 旁邊走多兩步 就會有一個Elevator 專門讓大家踩著單車回來 用這兩部升降機 因為到時你不能用那三個建築 那些很漂亮的升降機 那些那麼骯髒的單車輪 這樣進來 你直接會上到這個Level 來到這裡 右手邊 你已經立刻可以沖洗你的單車 它已經有一個可以 有退水位 有水喉的位置 讓你洗一洗的單車 然後附近 這些它還未做好 都會有些洗手間 如果你真的剛剛一身汗 分子你的朋友 都可以用一用這個地區 然後也有些Sealing Lounge Games Room 然後這裡也有些單車機 給你玩的 這個地區很明朗很通透 大家都看到這些灰色 其實就是Destinated 你可以踩單車的Loop Area 我覺得 其實你說在裡面踩的話 就可能真的不是很實際 你踩了多少圈 不過其實最重要 它主要是給你 因為我們玩開單車 或者玩其他裝備 可能你adjust完些東西之後 你想試一試是否效果 所以其實這個會是一個很功能的地方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過來這裡看看 這裡還有一個空間 就是專門讓你去整理你的單車 比如說你想換輪子 或者調整一些高度 或者可能有些朋友 你玩得比較advanced 你是山地單車等等 你有很多東西要搞的 你就會在這個地方做到 就不用說要外面找地方 或者要搬上的unit這麼骯髒 全部都有些櫃 工具有些空間 這兩棵樹 其實這裡上面會有skylight 就是剛才那裡 我給大家看那兩棵樹 這裡就會有很多自然燈進來 你在這裡做好之後 就可以走這些bike loop 試一試 行不行不行 再回來做一個 還有你放進去自己的locker area 你都會很快可以放進去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這樣 中間也有個sitting area 大家聊聊天 休息一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所以整個idea 這一層的話 相對來說 會更安全一點 還有會更舒服一點 無論在這裡搞單車也好 還是在冬天我們去滑雪 無論你玩ski snowboard 或者做什麼 譬如踩滑板 很多這類的運動 你都可以回到這個位置 去做乾淨 去儲存好它 實際 將來大家有個locker就是這樣 你會有一扇門 當然有一個locker 有自己的鎖 有一個小小的窗 然後就是一個密閉空間 是你自己的 這些玻璃到時是沒有的 到時你都是實際一幅牆 這只是給我們去看的 上面的天花會是cage 有些燈光是這樣 照下來的 裡面會有兩塊塑膠的panel板 讓你去掛東西 亦都會配一些鎖給你的 還有你都會有一個充電位 但這些by extender 就要自己賣 它就不是我配給你的 它會有一些這樣的膠板panel 很容易可以讓你有些鎖 可以放進去去掛東西 但是你那個locker storage 有多少個膠板 就很 depend on你的location 大部份都會有兩面 一面長一面窄 可能有些會有第三面 有些就未必有了 這個就很 depend on 都會配一些勾給你 你不夠自己再買 就很容易可以勾到一些東西 在上面 地板就不會是這些tiles 它就會是水泥地 然後呢 天花板也會跟這裡有些不同 這裡是假天花 商場裡面 實際上到時會是cage 好像龍一樣 二樓的locker 就一定會有個電掣 所有locker room的size 大家買的standard 都會是四尺乘六尺 如果是sky house的話 很大機會可以vip 是upgrade 做給這個大一倍 但是未自己要等待confirm 我們看看buycarrier 這裡有三個guess suite 就是說如果你的朋友過來 或者是爹媽媽過來 住兩三晚 你可以預先租定這些房間給他 剛才一定會有窗 然後他也會有一個小小的 就是這個廚房組合 大家會看到有個小雪櫃 有個洗手盆 有個小的焗爐 有雙方的地方 可以睡覺 有個自己的private bathroom 可能還有個小釘 一樓都會是retail space 可能會是餐廳 或者可能會是一個supermarket 咖啡廳、bacery等等 有他看到現在設定的 那個ground level 都是restaurant 譬如說是juice and produce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酒館 咖啡廳 亦都希望方便住在這裡的住戶 你可能踢個拖羅 下樓都可以買到一些食物 升降機的分佈 因為有朋友都關心 它好像很多單位 有六十多層樓高 會不會等升降機等很久 告訴大家 其實Grant Tower 總共會有六部升降機 整個建築 但升降機是有不同的assignment 和不同的桌子 我們現在在看的是 5至39樓的桌子 大家看到整個升降機座位 總共有六部升降機 不過看得仔細一點 你會看到 其實不是每部升降機都開門 這三部有門開 這裏也有一部有門開 但這裏是block死了 所以真真正正可以走五至39樓 就是這四部升降機 當大家去到40樓以上 40樓去到64樓的話 其實這三邊已經不會再有升降機 已經是空了 去到後面 連升降機座位都沒有 變成單位 但是這三部 就會全部都開門 其實由此可見的話 大家會知道這兩部升降機 其實專門assign 40樓至64樓的unit 有這兩部升降機 直接飛過中間的樓層 而這部升降機 就可以直通五樓去到64樓 它就會是這樣的分布 希望可以令到上面 Sky House和下面的人 即使用不同的升降機 就會更加快 另外在Concord之前 其他片段都跟大家分享過 它會用很多智能的系統 其中包括升降機 就是如果你有裝手機APP 你去到搭檢測度 開始都不用觸碰 那些按鈕就直接有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它的升降機都會走在Smart System 你在什麼樓層 就是assign你去某一部升降機 跟你同升降機的人 可能都是附近的樓層 就不會太多時間在不同的樓層 又停又降 它有個viewfinder 由東南西北 我和大家整個建築一圈 有個concept 我不看什麼 現在這個是正德 會由02單位開始 這個正德 我現在慢慢向東數 還是02單位 就會看到六湖 這個dear lake 以及後面的burnaby lake 因為那個樓層 我現在設置在49至51樓左右 好了 這個也是02的view 現在慢慢開始 去到比較東邊 就是03的view 你都會看到 其實這條portman的橋 也是有一個reaverview 這個有少許reaver 然後到04開始 就是東偏東南 這邊是東南的view 這裡下面 那邊就是Richmond方向 中間也是田野多的 現在是正南位 05個unit 然後現在開始是06那個corner 南 然後慢慢進入西南 那邊其實就是Richmond方向 西南 紅色的洞是甚麼 Moda 我剛剛做open house 這洞 然後現在回到07單位 就是向西南方 再過來就是08 正西現在 看回西邊 前面就開始是08單位 這裡其實是central tower 因為我現在的set高度是50樓 所以我們基本上 剛剛好是cross over 看到是central tower的屋頂 這樣 好 看一個view之後 我們看一看floor plan sky house 就是40樓以上 sky collection的話 它其實一梯 就是有8個單位 就會少於樓下 它主要分三個section 40-44 45-59 和60-64 已經是去到10pan house 65樓就有兩個單位是pan house 稍後再跟大家去分享 Sky house上面是沒有一方單位 最小的其實是這隻 06 880呎左右 兩房加釘 價位上125萬以上左右 特色之一其實是02單位 因為它由40樓至45樓都有 它尺數是1258呎 為什麼會說大家比較喜歡的呢 一來是積積 二來就是它的view 是剛剛好可以看到六湖的 給大家看02 例如是45樓 如果你樓層低 就多看一些central tower 樓層高就看不到 這邊是北邊 有一個山景 然後這個是cemetery 然後這裡就是兩個湖 你都可以看到 看樓層 你就能看到dear lake 和bernebic lake 到這裡 剛才的view 全部都是02單位 門口進來 Full size的廚房 L shape 再加上中島 沒有可以坐到三個人的應該 Regular size的dining area living room area sliding door可以出到去 三間房全部都是沒有窗 全部都是靠sliding door 全部都可以出到它的露台 全部都是大玻璃來的 主人房這一邊呢 它有個walk-in closet 5 piece的洗手間 有shower 有buff tub 有兩個sink 有座廁 唯一要留意的就是 房裡面是會有一個圓柱在這裡的 另外兩個房就在這邊 然後有個洗手間 就share這兩間房 還有一個小小的powder room 給客人用 這個是02的plan 由40樓去到59樓都有的 價位就差不多是165至185萬左右 Depends我每一個樓層 我之前有見到一個54樓的單位 差不多是179萬左右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03這個值 03會是小一點的兩房 然後如果大家看過兩房 又想要看到六湖和山景的話 這隻值是剛剛好看的 是對著的 就是這裡開始 看一點Kingsway 然後這裡開始就已經是六湖山景了 剛剛也是避開了一點 如果有些朋友比較介意 這個cemetery的話 這個單位是看不到的 你主要高層就是看兩個湖 加山景 這個值因為它小一點 1000呎左右 所以它的價格相對來說 是經濟實惠少少的 83-84萬左右 你應該可以買到 03這個單位 也有其他選擇 有需要的朋友 你可以再跟我約一個時間 我發整個package的floor plan給你 然後也可以做一個zoom 你就可以看到剛才的view 和floor plan 我們說一說再上面少少少 都是Sky House 它是10pan house 這一堆全部都是不同的10pan house unit 去到這裡一梯是七火的 我剛才研究過那些積 去到這個level 差不多180萬打上了 每一個單位之間 譬如說這個 02和06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尺寸 但因為那個朝向的不同 價錢02會貴一些 始終可能六湖山景 煞食少少 但是看完那些積 個人覺得 06是最底 或者是最美的積 因為首先 門口進來之後 全大廚房 有很長的 1 2 3 4 5 6 7 6片 glass door 即是一個很漂亮的位置 可以很寬敞 放到客廳 大飯桌 然後有一個全大廚房 門口進來的這個洗手間 都可以的 有一個shower 主人房就靠在這一邊 很安靜地遠離兩間房 都可以出到露台 兩邊的衣櫃和5 piece 的洗手間 沒有儲 儲全部在外面 另外一個套房 在這裡 就是3 piece的洗手間 除此之外 你還有一個釘在這裡 然後釘也是有窗的 試擠的 可以做一個很漂亮的書房位 然後這裡就是另一間房 另外一個露台 是全部可以利用了 是做了 glass panel close up 這些位置都比較闊 所以個人覺得這隻職是最漂亮的 當然 寧儀又去殺石位 它的景色也是很漂亮 因為有山徑 還有這個叫waterview 但它的露台其實是小很多 相對來說 這些位置是沒有close up 而且這個位置都會沒有那麼闊 露台的空間是差四百尺 這個21106是611 回到寧儀 門口位就是這裡進來 有個釘 然後這裡也是full size的廚房 飯輕櫃也有試擠的 這個 Living room area 它都特意做到是open 可以多些光進來 這個是另一間 second bathroom second bedroom sorry 主人房就是這裡 主人房都是五層的 而且它這隻主人房 是採用了日式的 shower 先進去 shower 再進去 bathtub 這隻是這樣的洗手間 大家這個level 都是180、190萬左右 02應該會比0、6、5、6萬元左右 主要是因為方向和view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的就是 West Tower最矮 Central Tower和Grand Tower 這個simulation 旁邊這些是未建出來的 是未來第二期 之後concur 同一個project都會有另外一期 但現在還未發售 好了 這幾棟建築的話 有朋友問過我 南邊是否會再有東西 根據它的森林 它是可以真的再建東西 但是大家會看到它的高度 其實很不同 現在因為我們都在賣Grand Tower 尤其是sky house的話 你都會比它後面那幾棟樓 大部分都高 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你如果上到50樓 60樓的話 基本上都很無敵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玩得更美 大家可以將就這樣看一看 Plan house就是65樓 剛剛去到64 它總共是兩個unit 它的分隔是剛剛好 那個tower的中間 就是中間這樣湯 這邊就有個panel 這邊的unit就是6502 那一邊就是6501 其實樓上還有幾層樓的設計 其實是幫你擋熱 還有沒有那麼容易 立即下雨 就是塌到你屋頂上 這些會是外面的露台位 這邊的open 就不會蓋出來的 蓋上有石屎的地方 才可以做到glass panel 跟大家分享一下 Pan house的兩個floor plan 的layout 它們兩個是很相似的 好像一個flip 室內面積都差100呎 我們先專注一下6501的直線 6501的pan house unit 它的室內面積是2379呎 這裡有glass panel 可以蓋住的地方是1000多呎 外面這裡我未知幾多呎 但目測的話 如果這裡都1000呎 這裡兩個加起來 可能都1500至2000呎 所以其實外面積 就差不多有2000多3000呎 室內就2300呎 所以它現在提供的total living space 即是灰色這個area 總共是3506 大家可以知道 還有這些 加起來可能是5000呎 整個unit 它的門口進來這裡 就是雙門的entry French door 進來你會看到 比較開闊的大的客廳 還有飯廳 還有L-shaped的廚房位 門口進來也有一個 很長的closet可以放的 總共有三個睡房 還有一個family room 三個睡房全部都是套房 這裡是其中一個套房 放在最遠的corner 加了一個釘 這個釘是有窗的 這邊有一個powder room 是給客人洗手間用的 然後這裡是另一個套房 這裡就是主人房 就是這個area 主人房有五層 浴光在中間 後面這裡有一個座次位 可以關門的 shower在這裡 這邊還有兩個星盤 Walk-in closet是U-shaped 來到這邊還有一個family room 外面是建客 這裡可以是家庭使用的 這些圓形全是柱位 大家可以知道 這邊也會在外面有glass panel 遮蓋著 這個會是6501的職位 價錢的話 這個套房是590萬左右 現在一直都是6501 慢慢去到北邊 看鹿湖 看Bernaby Lake 看Mountain 一路過去 然後就開始 正北 這邊是Bernwood那邊 那些Hight Tower 然後你都會看到 北溫西溫 中間Stanning Park 中間那條海進來的水流 然後這個downtown area 一直都是你這個unit 在望的view來的 這邊是溫哥華方向 這邊多一點樓 因為你已經是去到這個樓層 所有的樓層就好像在你腳下 這樣躲不到你了 就是看到City View 那去到這邊 都會是6501的view 6502其實會比6501大一點 但價錢會比較便宜 530萬左右 是駕駛價錢 尺數是2379 現在是2485 大100呎左右 那外面空間 都差不多大100多呎左右 所以整體的gray area 的living space 會大200多呎左右 我發現到它的另一間套房 都會做到五層 主人房一定是五層 主人房一定是五層 主要我看到的difference 在這裏 還有少許Layout上的不同 大家都會有一個大的Family room 那你就會沒有那麼多大的山景 但你都會沒有那麼多高樓 全部都會是矮一點的tower 矮一點的house 還有多一些陸夜的景 如果你能看到高樓 其實你都會看到那邊是有水的 即是美國亞那邊 South Surrey那邊的景色 你一路過去 其實你都有一個Mount Baker 現在這裡拍不到 你都會看到雪山 Mount Baker應該大概在這個方向 都會有一座美國很高的雪山 長年都有雪 慢慢轉過來這裡 你會看到那個River View 然後回來這裡 就開始 你這個Unit都會看到少許Lake View 就去到這裡左右 再過一點 就去到這裡 剛剛好是兩個Unit的分隔 這兩個就是Penhouse View 如果大家想知道那個Size 我之前有拍過幾條Conconme Showtime的片 跟大家走過去的showroom showroom是1239呎 就好像剛才跟大家分享 Japan House的06、02 就正確的那個尺數 那個客廳也是很類似的 大家可以參考 好 會是Concord Metro Town的Sky House的大單位 Sky House 等等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Concord Metro Town的兩件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會來回香港 不知道 重新來過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你站好一點 現在可以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會回來香港 為什麼我不知道 你不斷說香港 Concord Metro Town 香港是甚麼 那我 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可以 不行 重新來過 對不起 我很快 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個 又是有 又是有 又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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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一次 我們來看看 Bike Carrier 這裏最盡 這個位置是 Wed Tower 這裏 就當然了 在這個 升降機座位 其實 什麼 真的要用筷子 沒有筆 肚子就吃了 很瘦子 肥仔 不要緊 多可愛 怎麼知道 剛剛吃飽飯沒有東西 不是 最最可愛的效果 我 我 我 沒有 很可怕 你 我 是 我